各位好 我是胡婉玲 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今年来台湾履履叩关世界卫生组织 也就是国际称呼的WHO 因为台湾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又有来自中国的国际阻力 这过程是背极艰辛 但其实台湾曾经是WHO的创始会员国 从1950到60年代 台湾在世卫的地位举足轻重 当时的卫生署副署长方博士 还担任过WHO的西太平洋区域干市长 有将近20年时间 世界卫生组织对台湾的援助很多 包括推动卫生计划 富佑保健 防治传染病 以及提供奖学金等 许多的技术性会议也常在台湾举办 一直到1971年 我们退出联合国 1972年在WHO的席次就被中国替代 那么这集台湾演绎节目 我们来了解台湾寇关WHO之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45年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各國以維護世界和平為宗旨 創立聯合國組織 當時 中華民國是創始會員國之一 戰後初期 各國生活環境惡劣 傳染病復起 疾病肆虐 於是 中華民國與巴西聯手在聯合國會議上 倡議成立改善世界醫療技術的國際組織 某一個午餐的會議中 那時候挪威 有一個Dr. Carl Event 另外巴西也有一個博士叫Depola 然後另外我們China 中國的一個師師民博士 他們三個就午餐吃一吃 然後挪威的博士就說 我們為什麼不成立一個新的衛生組織 他一提議 中國跟巴西的代表就覺得好主義 那我們乾脆就來這個聯合國的大會上面提議 三年後 1948年 世界衛生組織 英文簡稱WHO正式成立 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 是國際最大的公衛組織 目標要讓全人類盡可能達成最高的健康水平 那時候我們作為這個所謂的倡議國 後來當然也是創始國之一 因為這個在1948年的時候 4月7號 那這個聯合國批准的時候 是有那時候當時是61個聯合國會員國 包括那個時候的China的代表 那這個大家就是等於是創始國 一起簽署同意說OK好 WHO成立 因為中華民國本是聯合國創始國 自然而然成為世衛會員之一 會籍屬於西太平洋區 當時的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方怡基博士 擔任首屆署署長 被派駐位於菲律賓馬尼拉的 屈署辦公室 西太平洋區域涵蓋16億人口 約全世界三分之一 WHO在區域內的11個國家設有辦公室 台灣也在其一 其實這一段也是非常的輝煌 就是我們的人其實是在WHO西太平洋區擔任要職 那區域幹事長很大 那我們的人在1952到1966 那15年間擔任幹事長 這搞不好是所謂的區域幹事長或是總幹事長 任期最久的其中一個 世衛的執行委員會 由34個會員國所指定的獨立專家組成 每年5月於日內瓦舉辦一次世界衛生大會 擁有最高決策權利 而秘書長則是組織的靈魂人物 已任5年得連任一次 衛生組織是一個行政機構 就是裡面都是專家 那他的頭頭是那個幹事長或是叫秘書長 那衛生大會比較像董事會 然後董事會 會員代表大會就是190幾個國這樣 你要加入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就要這個董事會同意嗎 儘管是創立世衛的推手之一 不過戰後的台灣財政捉襟見軸 龐大預算分配在國防支出 一度無力繳納每年高達272萬美元的高額會費 差點在1950年被要求退出WHO 幸好美國大力聲援台灣 在1952年第五屆世界衛生大會中通過決議案 表示會員國中華民國經濟情況特殊 每年繳納不少於1萬美元之象徵性會費 立年積欠之會費以後再行安排償還 有了美國當靠山 時任西太平洋區區署署長的方怡基博士 眼看台灣公共衛生落後 因此極力爭取區署支援 投入台灣公衛建設 1952年的世衛護理教育會議 便遺失台灣舉辦 民國41年11月3日 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護理教育會議 在省警務處大禮堂舉行 比如說當時WHO有來幫我們的大概有三大塊的衛生計劃 第一塊是傳染病防治 第二塊就是富有衛生 第三塊是環境衛生 有了國際支援的挹注 世衛在台灣舉行重要衛生計劃 讓百費待舉的台灣 從中央到地方注入一股新活力 並為後來台灣的經濟起飛奠定基礎 WHO1952年先簽了一個四年的 撲滅瘧疾及蚊蟲的控制計劃 那之後呢好像在1958年附近 又再簽了一次也是四年計劃 然後他就把它叫做瘧疾的根除計劃 當年其他在台灣流行的傳染病 像是殺眼 白猴 結合病等 世衛在1950年代 也陸續派專家來台協助防治技術 包括施打疫苗 那個時候殺眼防治 老師就是去受訓 他就把你眼瞼打開 喔 是這個殺眼 然後美元的還是世界溫暖組織 我也考不清楚 反正都是在美國做到之下 每一個人有一罐小罐的那個精美術 而且上面有寫名字 除了殺眼防治 農村時代施肥方式傳統 導致寄生蟲病傳染情況嚴重 許多營養不良的小孩 肚子裡養寄生蟲 每學期都要去吃那個驅蟲藥 大家都沒有抽水碼頭 路邊呢 第二天常常是白白的一坨一坨的 因為很多人在那邊大小便 我跟你講我親眼看到一個最噁心的事情 那個蟲太慘了拉不出來 媽媽呢 那小孩蹲在路邊 媽媽用那個筷子把它夾出來 當時台灣的社會物資貧乏 百姓生活困苦 產孕婦與嬰幼兒的死亡率高 也曾仰賴WHO的國際救援 配發營養品 我們曾經設立的牛奶帳 曾經有家庭計劃的指導 那麼這些呢 都跟世界衛生組織是相關的 尤其是牛奶帳的時候 是UNICEF 也就是說聯合國兒童基金 它支援了很多的 當時是說脫製牛奶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西太平洋區第十屆區域會議 於9月16號上午9點鐘 在台北中山堂節目 1959年 回期一周的區域會議 討論議程後 其餘時間 世衛代表團搭火車參觀台灣各地 進行考察訪問 當時台灣的防疫工作 像是殺眼防治 防勞還有附幼衛生等 都有長足進步 甚至超越東南亞各國之上 西太平洋區屬會議 或者說區域會議 第十屆第十八屆都在台灣舉行 那這中間我查史料查到的另外 還有至少六次的技術性會議 也都在台灣舉辦 那這是一個也是我們當年說 這個非常努力這個參與 而且扮演了很重要角色的一個證明 重點項目之一的瘧疾根除計畫 採用噴灑滴滴滴的方式 走遍大街小巷 抽樣採險尋找代言者 歷經十三年成效顯著 1965年 台灣獲得世界衛生組織頒受虐疾根除證明書 世衛副署長還親自飛來台灣頒發 這份榮耀得來不易 我們可能是全世界第一個拿到這個證書的國家 那這個相當了不起 那這樣的一個經驗 成功的經驗呢 其實在那個時候也一直被WHO當作一個典範 所以我們有一些抗虐的專家 後來也都到各地去幫WHO輔導其他的國家 包括我們很有名的文字博士 連日清連教授 他真的是抗虐專家 1967年 世衛成立二十週年時 台灣特地發行紀念郵票以表慶賀 顯見當時雙方交流頻繁 關係之密切 而且世衛還從1967年開始 每年提供獎學金 鼓勵台灣優秀人才出國進修 連續五年 共計有120人受惠 WHO那時候對我們非常重要 還有一個除了這些幫助以外 那這些人要有人去帶領啊 所以呢 WHO就派了 讓台灣派很多人去學習 比方說我的老師陳公北教授 以前那個蜘蛛衛生研究所的所長叫范光宇 好多人都是被到美國去受訓 回來就領導 亞洲廣告會議和世界衛生組織 西太平洋區域委員會議 都先後在台灣開會 1967年9月 世界衛生組織第十八屆會議 在台北市實踐堂舉辦 但這卻是世界衛生組織 最後一次在台灣舉辦會議 1968年11月 尼克森當選美國總統 開始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 那那個時候的氛圍呢 大概就是 China 就是現在的PRC PRC他們就是到處 1960年代開始到處去遊說 就是說這個 One China Policy 或是One China Principle 一中原則 他到處去講說 什麼國家東馬只有一個 法國有兩個嗎 美國有兩個嗎 所以China他們覺得說 中國也應該只有一個嗎 最後尼克森和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紀辛吉與中國展開秘密外交 尼克森為了討好新朋友 對中國許下許多秘密承諾 1971年4月 紀辛吉訪問北京 為台灣的國際局勢投下震撼膽 緊接著隔月1971年5月 第24屆世界衛生大會 在日內瓦舉行 我國出席代表包括 當時的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大使 鄭寶南 衛生署署長閻春暉 副署長張志康以及副局長熊丸 但這是台灣最後一次以會員身份參加世衛大會 中國的國際局勢投下震撼膽 中國駐聯合國的唯一國法代表 國際情勢急劇變化 就在中華民國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後 接踵而來的是一波波的本交潮 以及國際組織會員資格被取代 1972年台灣退出聯合國所屬的世界衛生組織 被中國取代原本席位 就在我國退出WHO25年之後 1997年 我政府推動以觀察員身份 重新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 並且請邦交國在大會上提出議案 無奈隨著中國勢力逐漸龐大 他們也動員其他的會員國來杯葛反對 台灣叩關WHO因此屢遭封殺 直到馬政府上任 從2009年到2016年連續8年 都收到來自WHA的邀請函 邀請我國以中華台北名義來出席 但這也引發了名稱爭議 甚至牽扯出密漸風波 我們一起來看 1996年3月 李登輝以581萬多票 54%的民意基礎 成為台灣史上首位民選總統 象徵台灣政權從威權邁向民主 我在那時候做台北市衛生局局長 那時候我也是在台灣議員聯盟做秘事長 那後來我們就開始想說 這個應該開始把台灣推向全世界 1997年為了爭取成為世衛大會的觀察員 4月份外交部首度致函WHO 已邀請中華民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 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為訴求討論提案 觀察員是一個有一點點妥協的選擇 為什麼 教廷他是國家 他也是放在觀察員 那我們可以自己講說 一個觀察員格式表述 我可以說我是觀察員 可是如果沒有承認台灣主權的單位 你也不要阻撓我 當時的衛生署長張博雅 五月份親自前往日內瓦會場 向外國官員解說 台灣醫療進步之程度尋求支持 我是真正進到裡頭 那麼在開會之前 我們遇到的幾個各國的衛生部的部長 我們就趕快把那些照片選機 一本一本發給他們 等到他們真正要開會了 我們就只好退出會場 我是到六樓的這一個管理台 也就看到世界衛生組織 他們的衛生大會 世界衛生大會是怎麼樣進行會議的 台灣 除了官方代表 民間團體自發性組成宣達團 在場外聲援 我們去了以後是第一次 第一次我們就在那邊拉布條 先兩台灣要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後來我們也知道他不讓我們進去 他們已經知道我們要去了 我們到湖邊到路上去遊行 回來就去那邊做示威 原本會議裁定 不將台灣議案排入議程當中 幸好有邦國尼加拉瓜 首先發言提議要列入補充議題 在長達兩小時激烈辯論 中國堅持宣稱一中原則之下 大會最終以128票反對 19票贊成 5票棄權的結果 宣告我國第一年叩關WHO 敗北而歸 那時候巴拿馬是跟我們有邦交的 他們是沒有贊成我們的 是棄權的 所以我們覺得很納悶 因為中國越來越強 然後威脅利誘的 明的暗的 1997年底 東南亞爆發肠病毒疫情 台灣淪為疫區 醫院的門診幾乎天天爆滿 兒童死亡案例不斷攀升 由於腸病毒71型 是突變的病毒傳染力強 屬於新興感染症 醫界遲遲找不出病因 一度被視為怪病 那時候我們驗不出病毒型 不知道那是什麼 到後來是美國的CDC 來幫忙的時候 他告訴我們這是腸病毒 可是世界衛生組織 他們在開始這個 在東南亞有break 有開始爆發的時候 他們就有通令大家要注意哪些事情 譬如說他是口手足症 會有什麼症狀 然後會透過什麼傳染 然後有一些基本上在防治的概念 我們什麼都沒有也沒發生過啊 台灣並非WHO會員國 面對新興傳染疾病來襲 只好獨自對抗 其他二手資訊 大多仰賴美國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不能一直仰望美國的CDC說 那你再告訴我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訊息都來自於美國的CDC 這些長久的合作 那可是你要知道啊 為什麼他不得不幫台灣 我們是第一島鏈 我如果是那個防疫的破口 疫情都會從台灣出去 1998年 長病毒肆虐 總計造成全台140萬名兒童染病 405人病發重症 奪走78名孩童的生命 為了及時掌握最新疫情資訊 以事實應變緊急危機 台灣開始年年扣關WHO 結果是中國極盡的打壓 中國政府解決反對台灣當局 以衛生健康等問題為藉口 從事分裂祖國的政治活動 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不可能有任何的讓步 總統 2000年5月首度政黨輪替 陳水扁總統上任後 決定改變外交策略 避開一中原則 2001年試圖以台灣ROC闖關 2003年改用台灣衛生當局為名義 申請世衛大會觀察員 但還是下雨而歸 那想不通啊 因為台灣有自己的總統 有自己的領土 有自己的人民 為什麼不去呢 因為每一人 這個中國都在裡面說 我們是他們的一部分 然後他們很照顧我們的公共衛生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 其實覺得說是非常非常荒謬 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過一天 中國是蠻橫 越來越蠻橫 你越不敢距離力爭 越軟弱它 吃你 吃你夠夠 2003年 惡夢重演 中國爆發SARS疫情 台灣在毫無戒備之下 首當其衝 這個無疑在2003年的世界衛生大會的談話 他說 中國已經妥善照顧了台灣民眾的健康 隨便聽也知道謊言 誰現在要跟中國人在一起 那個 那他講這個謊言對不對 可是他繼續向全世界講這個謊言 就說 我有請台灣來北京開會 2003年3月14號 台灣主動向WHO通報第一起SARS病例 希望爭取援助 卻遭到已向北京拿作為回復被拒絕 世衛遲至5月才派專家來台 共同延商對抗疫情 那時候我們完全都不知道 那WHO也不給我們知道 然後甚至WHO那時候在5月世界衛生大會之前 他們其實有到台灣來 跟我們連畫面片都不願意 因為他跟我們畫面片就等於承認我們 2003年世界衛生大會 美國終於首度公開表態 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引爆美中兩方激烈辯論 場面一度火爆 我願意嚴重地指出 邀請台灣參與WHO 是欲法不符 欲禮不容 欲情不和 你們聽到我的話 你們知道我感覺到 你們聽到我的話 你們知道我感覺到 我認為台灣的觀察 應該有一個觀察的態度 那這總是我的位置 台灣有兩千萬人需要嗎 你聽到壞道出的決定嗎 誰領你嗎 被世衛排除在外的台灣 淪為防疫孤兒 SARS疫情總計造成 346人離病 73人死亡 這個中國的這個疫情 傳見到懸殊界 那台灣也是一個很大的缺口 大家開始就比較認真 考慮應該是不是要請台灣加入 新的組織和組織組織 是 馬拉雅斯卡 是 馬拉雅 沒有 隨著國際間 努力台灣參與世衛的聲浪見大 讓WHO歧虎難下 2004年 WHA進行第二次創名表決 最後結果 25贊成票 133反對票 值得注意的是 美國與日本首次以行動 公開投票支持台灣 意義重大 所以我非常清楚這個整個過程中間 就是從美國 提前 到他們在裡面 華為人表示支持 慢慢的 事實上每年的衝撞 慢慢的產生效果 台灣長年在國際發聲 受到重視 也讓WHO 倍感壓力 2005年 世衛秘書處與中國 私下簽署一份 浪解備忘錄 WHO跟中國 簽訂了一個秘密協定 可以邀請台灣來 但是 要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 台灣 如果台灣被邀請來了 要事先要經過中國的同意 事先要經過中國的同意 被世界忽略的台灣 成為國際談判籌碼 2006年 扣關WHO依舊失敗 中國甚至變本加厲 四處安插人馬 角逐重要幹部 對於政策事件 關於政策事件 關於政策事件 很多單位都是這個樣子 不只是世界衛生組織 2007年1月5號 陳馮復貞正式接掌WHO秘書長 宣告台灣扣關之路 雪上加霜 2007年 台灣為了彰顯主權 索性以台灣名義 申請正式會員 第三次提案入大會表決唱名 想當然爾還是失敗 年年前往日內瓦 台灣官方與宣達團 皆無功而返 直到2008年 馬政府上任後 出現轉機 果然這個幹事長 完全聽命於中國 他就真的發文 去給他們的各個期 的一些關聯說 以後台灣就是台灣 台灣要開什麼會 就是要讓中國來 先報告中國 來讓中國來決定 回為38年 2009年終於收到 世衛大會的邀請函 台灣以中華台北的名稱 以觀察員身份 重返世衛大會 當時的衛生署長 葉金川代表出席 上台致死 中國台北的參與 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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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預計遭當地留學生 教肖場下 我們是要特產民意 我們是要民意的 這個張學雄 學生有權勢到馬 學長 不要假的 不要走 問題卡在名稱 名稱我們 用中華民國 大陸會反對 外交單位他們也去學商 用什麼名稱 最後就是用奧運模式 中華台北 馬英九上去 終於可以去了 終於可以去的話 我們其實是非常非常的 覺得說不應該 因為他是用主錢去換來的 當然也還一定要交了500萬美金 兼給世界衛生組織 你要參與就必須要一個衡量 到底你要面子還是要理智 那你不可能又要面子 又拿到面子又拿到理智 那就是叫做Total Victory 就是完全的勝利 在外交上沒有這種 沒有這種事啦 沒有這種後康 從2009年到2016年 連續8年 前總統馬英九任期內 台灣皆以觀察員身份 受邀出席每年5月的世界衛生大會 WHA 其中或是針對出席名稱 中華台北爭議 朝野雙方始終沒有共識 2016年1月底 台灣史上第一位女總統 蔡英文總統大勝 拿下6894744票 得票數比馬總統連任時 票數多出3605票 但這一年參與WHA的過程 一波三折 台灣等到最後一刻才獲得邀請 邀請函還首次助記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 決議的一中原則 他們的意思非常清楚 就是說我們2016年的5月的世界衛生大會 第一天開議的時候還沒有520 算馬英九總統任內 所以他們是說你成年九月共識的那個政權還在 所以我給你邀請他們 我們在23號的中午 有正式向世界衛生組織的華麗顧問 遞交我們的抗議性函 我本人交給他們 台灣的抗議性石沉大海 自2017年後 在中國強力杯葛之下 台灣再也不曾收過來自世衛大會的邀請函 叩關之路更加如履波冰 2019年底中國爆發COVID-19 隔年病毒席捲全球 疫情大流行 除其台灣以科技防疫 邊境研管等策略 成功的防堵疫情 接著又因為全民健保覆蓋率高達99.9% 具備完整資料庫與資訊系統 有效對抗疫情 讓國際間刮目相看 而且支持台灣參加WHA的聲勢不斷 力道越來越強 無奈還是受到中國打壓 加上2022年譚德賽 再度高票連任秘書長 等於世衛繼續被中國掌控 台灣這條叩關之路 可說是充滿荊棘 WHO for Taiwan 台灣GoGoGo WHO for Taiwan 台灣GoGoGo 自從蔡政府上任 改朝換代之後 中國打壓台灣力道有增無減 不僅優渥的財資借貸作為誘餌 搶奪邦交國 更將觸角滲透WHO 停止激發邀請函給台灣 到了蔡英文就不化了 她就不化了 因為WHA要化她要經過中國的同意 中國生農 因為蔡英文總統說她不接受九二公司 不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 我們的確期待加入WHO 但這些期待不應該拿國家的尊嚴來交換 就連WHO票選新任秘書長 中國也運用影響力 像接受晶圓的非洲國家施壓下 最後由親中派的伊索比亞 譚德塞 以133票對50票 壓倒性擊敗英國的對手 納巴羅 所有道路都會導致超級健康 這會是我的主要領導 諷刺的是 隔年2018年 WHA年會主題是 探討全民健保的福祉 身為全民健保的模範生 台灣再次提出申請參與 最後還是被以兩岸不和解為由 比出在外 世界衛生的巨頭們 口口聲聲都提到 就是說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然後第二句話 Leaving no one behind 在我聽起來是非常的諷刺 WHA保台灣 台灣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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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年年扣官WHO幾乎已成例行公事 皆被國際局勢所困 努力付諸流稅 直到2019年底 情勢出現逆轉 中國爆發不明肺炎 隨著感染人數激增 死亡人數也飛速攀升 病毒蔓延遍布全球 引發世界恐慌 正當他國防疫體系崩潰 台灣公衛專家和醫療人員 日夜匪泄 以科技防疫 邊境研管等策略 掌控確診病例 成功圍堵疫情 讓國際不得不嘆服 這時各國也開始注意到 台灣常年遭受中國打壓的困境 在WHO舉行的技術性的會議裡面 就光是在談一些技術性的問題 237次嘛 有這麼多的會議裡面 我們去申請說 我們可以會救援到裡面去參加這個會談 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幾 有被接受而已 我記得應該是差不多八十幾次 我們被接受可以去參加他們的會談 大部分都被禁止 那這個都是所謂的專家或專業團體 去參加那裡面的討論而已 都是專家啦 就受到這樣子的一個歧視 尤其WHO公布的全球疫情資訊地圖 將台灣列在中國引發國際誤會 像是義大利針對中台港澳航空公司 宣布禁飛 菲律賓、越南也不去跟進 台灣無緣無故遭到恥於之殃 我們不必須把地圖放棄 創造一個情況 那一個特定的地方 不能加入WHO 甚至是視察 疫情爆發出奇 美、日、歐以及我國與友邦國家 在WHO極力支持台灣 替台灣扣關WHO之路 燃起一線曙光 我們會有台灣的同學 所以我們可以保證 我們可以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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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想介紹 因為我知道你有 我們可以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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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說 這麼爛的機構要不要加入 是 的確爛 但還是要加入 太多新產品在產生的時候 我們因為摸不著邊 有名有姓的我們沒有問題 新的不知道 不知道的時候就是要國際合作 碰到疫情來攪局 世界衛神大會 WHO 連續兩年 改由視訊會議召開 直到2022年 WHO重新召開實體會議 包括捷克 日本 加拿大等代表 都上台幾乎 台灣不該被排除在外 支持台灣的聲量 達到歷史新高峰 我們都必須上台 這就是原因 為了 為了中國人 完全支持台灣 為了保證的 保證人士 保證人士 為了世界健康 例如台灣 我們不必須 任何避免 創造 留下了整個地方 反彈 一個強烈的WHO 也必須在全球健康 社會的健康 社會社會的健康 代表支持台灣的參與 聯合 台灣防疫表現亮眼 國際聲量大增 2022年 總共有13個友邦 以提案 台湾或大會發言方式 支持台灣參與 无奈受到中国阻挠 台湾最终还是被排除在外 雪上加霜的事 向来轻庸的谭德赛 再度以高达155票赞成票 5票反对票 连任侍卫秘书长 展开下一个五年任期 这也代表中国势力继续掌控侍卫 COVID-19百年大疫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 历史三年 统计殃及遇上百个国家 夺走700万条人命 是人类历史上大规模流行病之一 被视为人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面临最严峻危机 从这次COVID-19我们也看得出来 这种卫生的事件的话 其实是全球性的 因为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话 病原体包括病毒或者其他的细菌 或者各种不同的病原体 它的散布是没有国界的 国际之间来往非常频繁 所以这些疫病的散布很快速 都是超乎国境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 大家必须要一起合作 有能够接收到 同步的接收到相关的讯息 才能够把这种可能会散布到 全球的这种疫情控制好 让世界人都有共识 就是说这个事情也是世界的事情 世界的安全的问题 安全的问题 安全不因为只有靠物力这么大 所以这个疾病也是一个 死了多少人 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死 支持台湾加入WHO 不仅指于是台湾的事情 各应该是全世界该关心的问题 因为不管是联合国或者WHO 它都有一个接触一个理念 就是全世界的所有的人 都应该受到足够的保障 尤其是在健康上面 就是WHO的一个很重要的宗旨 所以他们讲说Left no one behind 台湾作为一个两千三百万人民的一个国家 人口不算少 没有理由说单独会被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 因为这样子其实是对于整个WHO的宗旨 精神是违背的 WHO处理的是无关政治 纯粹关乎人民健康的议题 却始终无法摆脱中国的政治角力 2023年 全球各地普遍防疫解封 这一年 WHO的职委会会议上 主要大国美日代表 接连出面挺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引来中国跳脚反弹 所谓台湾地区被排除在外 这些说辞没有任何依据 只是别有用心的政治炒作 东方敦促有关国家 关注技术议题本身 避免将卫生问题政治化 台湾 was an observer to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from 2009 to 2016 and there's no reasonable justification to exclude its participation which will benefit the world as suc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its long-standing policy of supporting the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of Taiwan in international fora including a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就是这个把握比赛 你说说没有希望哪个握 我们可不可以放下一个手好不好这样 有人说你有人去锅的认识 他说你还去啊你去就干什么呢 可是我心里不知道 我就说你不做那更危险更没有做 做你做童谣做有没有效 你不做更没有效 而且尤其是对方不是那么转弱的 你这个东西这个爬河一样 你一放手 一个团体 我们本来有十个团体在这拉着 一个团体就放会退手 那个所有人 那是不好再是回来的 Love and Peace Love and Peace 台湾国WHO 四位加油 台湾国WHO 如今几乎每一年 台湾从官方到每间团体 都会在WHO大会期间 奔批前往日内瓦 以行动表达 要让全世界看见台湾 加入WHO的必要性与决心 台湾为什么会积极的想要 加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纵然只做一个观察员 我们也希望有这个机会 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一方面我们想要回馈 一方面的话我们恐怕 自己成为全世界防疫的破口 这个是我们主要的需求 重返世界卫生组织 台湾后关之路不满荆棘 尽管健康是基本人权 但国际现实让政治凌驾基本人权 也让WHO长年堵露台湾 如何行诉台湾在全球医疗不可或缺的地位 政府应该重拟策略与布局 方能化为机回转机 台湾扣关WHO之路路坚心 尽管国际情势变迁令人唏嘘 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各位 台湾确实曾经是WHO的提案国 以及创始会员国 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我是胡婉玲 这集台湾演绎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